马来西兰是全世界奥运会奖励最好的国家之一 你相信吗? 请体育部部长杨巧双宣布 在巴黎奥运会 得了铜牌的大马南双谢苏组和谢丁峰和苏维亿 将在国家运动奖励计划下 各获得10万令吉 而同样获得铜牌的大马托阿南丹李子佳 则在巴黎奥运会前后一共获得了25万令吉 根据国家运动奖励计划 奥运金牌得主可以获得100万令吉 银牌30万令吉和铜牌10万令吉 因为原本获得铜牌的双达球员 将会共享这10万令吉奖励金 不过杨巧双宣布 谢丑组合各将获得10万令吉 因为他们非常努力和艰辛为大马赢下这枚铜牌 另一方面 在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 在奥林匹克固定薪资计划下 还享有终身每月报酬 银牌得主获得5000令吉 银牌3000令吉 铜牌2000令吉 杨巧双在这边也确认 李子佳将在此计划下 从下个月开始每月获得2000令吉 直到死为止 至于谢属组合 又已经在上一届东西安会多得铜牌之后 每个月获得2000令吉 所以这个月入报酬不会重叠 银巧双还补充表示 在巴黎安会之前 国家体育理事会已经为李子佳提供5万令吉 以支援他备战 现在我们将增加到10万令吉 作为他备战比赛的援助 所以体理会前前后后一共也为他提供了15万令吉 因此算上铜牌的10万令吉 李子佳前后总共获得了25万令吉 除此之外 大马奇瑞Cherry汽车实现诺言 为在巴黎安会上获得铜牌的大马国家羽球队 南双歇数组合谢天风和苏维一 还有大马头号南达李子佳送上豪华的Ligo 7 Pro 古人坐的交车 Cherry汽车的副总裁赵志明表示 我们很荣幸向谢天风和苏维一 和李子佳每人颁发一辆全新的T4 7 Pro 这辆车价值12万3800令吉 以表扬他们在巴黎安会上取得杰出的成就 如果没有记错 他们接下来还会获得价值超过50万的豪宅 我们敬请期待 看到这位朋友 你们认为如果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真的有马来西亚人夺得金牌 是否就意味着他可以直接退休了吗 在你二人之内 哪一个国家的奥运奖励是最高的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自己意见 喜欢这影片 免费按赞对方教授的频道 这样就不错最新的语团世界新闻 我是东东 我们下次见